随着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越来越多 交通规则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尤其是在通行量非常大的高速公路上 至今许多人还不知道的是 在高速路上过收费站时也有许多讲究 稍有不剩就会可能被罚款200元扣2分 更可悲的是 很多人被罚了后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们考下诏的时候 教员就反复提醒我们上车后把安全带系好 否则是不可能通过考试的 许多人也记住了并顺利的拿到驾照 但是等到上路的时候 许多人要么就是忘记了 要么就是嫌烦不想记 导致频繁出现被罚款扣分的现象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们知道上车要系安全带 也不觉得系安全带烦 但是他们有时也会因为不系安全带 被罚款被扣分 这是什么情况呢 一般情况下走高速路上都是要交费的 但是经常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 想伸手去取卡 结果发现够不着 于是就会解开安全带伸手取卡 有时候运气不好会被摄像头逮个正着 于是过一会儿就会收到条短信 告诉你在某某地方违反了交通规则 要缴纳200元的罚款并且扣两分 如果没有人提醒 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 在此小编提醒大家 在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候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解开安全带 把身子伸到窗外去取卡 建议您先将车子停好拉手刹 然后再下车取卡 上车后也不要忘了系安全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